大家好 歡迎收看City News生活氣象 我是余田 馬上帶你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你可以發現外頭的天氣比起前期前是在不穩定一點點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所以在台灣的附近水氣也都會比較多一點點 特別就是在北部還有東漫步地區都會開始要下雨了 那麼提醒大家的是雖然這波封面是今天就會完全的通過台灣 不過特別要注意的是東北季風也會開始增強了 所以整體來說台灣天氣上面的變化還是會比較涼一點點 比起前幾天高溫的部分就會稍微的減弱 所以提醒大家要隨時注意這個衣物上面的增添才不會感冒囉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氣象單位我是余田 馬上把時間跟鏡頭都還給雲萱